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们小学老师都会讲 学到这而已 眼主心神 心是属火 干开窍于木 所以眼跟木火都有关系 木主将军之官 甲木你看是开天 就是说 这个是刚刚开始 是老大 这个火呢 丁火又主这个心 心是君主之官 都是最重要的 现在科学研究证明了这个眼睛 也是说 除了其他五官之外 这个眼是唯一 就是境界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说 我们讲究看神 这个眼神是离不开的 而这个眼神 你修炼到说是心如知水 就是很多人 他不敢正视于人 也是经常说话 想事情就是飘忽不定 眼神不定 其实你的性格也是不定 所以说 要修炼你的眼神 要藏神 你看到什么东西呢 要是让他映入你的眼帘 而不是说你眼神去 散在这个外物的风景上 他们也不会驻留你这个神 但是 你这个神就消耗了 让他们收进来 就是道家这个高人 告诉你的 这个眼睛 他有很多形状 过去我们中国人讲单凤眼 实际上这个单凤眼呢 他就是叫内双 他不是纯的双眼皮 中国人最自古 他说没有不是双眼皮 后来这个民族 经营融合慢慢变了 其实大眼皮的人呢 他就是说 性格比较内向 内灵 但是 男人其实大眼皮 往往还是比较好 双眼皮呢 他只不过说 双眼皮 外向 都是大眼睛 外向 小眼睛内向 这个女人大眼睛 通常是好的 但是太大 你容易受骗 这个 呃 丹封眼指的是这个长 呃 长 然后翘起来 眼尾上翘 这样的都是比较乐观的 这都是煮羊 包括眉毛翘 这都叫羊 下来的就阴 呃 因 就是我们 传身上羊 抚羊派 这个 眼睛呢 呃 下面 这个 这个 代表这个 这个 呃 这个叫 呃 眼脸 呃 呃 这个 这个 卧参纹 包括下面是黄色的 呃 这这都是比较好 呃 就是说 子女宫 下面是 泪堂 呃 这这这也是好 呃 眼睛一定要啊 这个 呃 黑白分明 呃 有神 有的人目光 显露 呃 那个 呃 就是说 也是好神啊 但是 呃 这个 往往 比较有攻击性 杀戏比较重 但是这种 往往能 压住一些人 呃 有神的呢 他内敛 他只要你聚神 不轻易耗散 呃 哪怕你被动 你也不怕 呃 就是能顶得住 呃 这个 泰山崩于前而不动 这个修炼眼神是很难的 呃 这个 哼 又有定理 就在这 呃 这两边是福奇宫 嗯 这个如果凹陷也不太好 对吧 平满 圆润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理 眼睫毛太长 那也代表这个 呃 这个 嗯 猶豫 顾虑 顾虑的多 所以是长短 这都要有度的 眼睛这个如果是太勾 嗯 这个就 就是太狡诈 嗯 同时还有有的人 他有那种 你看到男女 异性啊 他有那种桃花眼水汪汪的